泰国海关厅和动植物厅日前发布消息称 该部门近日在苏王纳普机场 破获一起象牙走私案 招获一名62岁的越南籍嫌犯 和一名23岁的中国籍女嫌犯 据泰国海关厅通报 该案缴获18件重15公斤象牙脏物 和用象牙制造的手镯587件 重49公斤 约值900多万株 犯罪嫌疑人把脏物暗藏在四个大行李箱内 此前泰国海关厅得到献报 据捕案写野生动物及动物失海出口和入境不法分子 结果查获旅客欲携带往柬埔寨显利省的两个嫌疑大行李 遂将两人拘捕 泰国警方称 一位亚洲男子托两名嫌犯携带这批象牙前往柬埔寨 并向两人支付500美金和300美金 而两人最终在机场落网 警方介绍这次被查获的象牙属于非洲象牙 而由于诸多原因 泰国经常成为象牙走私者的中转通道